1981年 中国大陆第一次迎接银子郎 对于老师芭蕉的佩音演员来说是个挑战 首先我想 我得改变我的 在这个时期当中 我得改变一下我的节奏 这个无情如意的地方 你挂 别拉着我 拿着 让自己的思维直线 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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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开玩笑就开玩笑 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好看的 这个是对自己要求的 那么那个时候确实人家感觉乔真 怎么那么毛躁 好 不用撑走 我有个手掐死你 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要用去这么大力气呢 是一个善良的底层的女人 卖了好回家 太阳晒的我呀 快变成黑茄子了 到会儿接触一些女的啦 哎 有的看的银次郎挺善良 人挺好 挺和气的 靠着这个帮助人 有的女人 有的女的就很喜欢她 你就是阿云 是我 太好了 她也挺喜欢女的 但是呢 她又不敢向女的表示她的爱情 阿姨 祝你幸福 再见 神要是说她傻 说她傻的人 这个人是最傻的人 我这个人是太傻了 所谓傻的人 他是把一切 把好事情 把好事情 都为别人去做 把痛苦留给自己 这种人傻吗 实际上不傻 我乃葛氏柴佑人士 生下来就得天独厚 我姓车 名银次郎 将胡上人称 封子阿银 走在东京柴佑 仿佛置身于电影之中 在这里充斥着银次郎的痕迹 我乃是东京柴佑人士 啊 原来是这样 是啊 我还记得小时候 父亲常常带我到地势天去玩 哦 你还记得 我当然记得 地势天可热闹了 嗯 店里才卖一种彈簧的小红 是啊 那儿还有许多小吃店 嗯 还有鳗鱼店 嗯 松饼店 糖果店 对 对 还有仙辈店 对了 还有高团店 高团可好吃呢 我们家在那儿就是做高团的 银记高团店 银记高团店 在这里 亲口品尝银次郎家的团子 真是别有风味 在这里 甚至还有一座 为了一部电影而建造的博物馆 难以判断是因为这个地方孕育出一部电影 还是这部电影塑造了这个地方 在遇到银次郎以前 沃美青还是个小演员 沃美青就是一个干演员的量 一般人表现悲意 就用悲伤来表现 沃美青老人用非常有分寸的喜剧来表现悲伤 在日本人都演戏的很少 所以当时就觉得博物馆不错 没名气的小演员遇到了两个年轻人 富士电视台刚刚当导演的小林俊一 松竹电影场刚刚当导演的山田杨次 他们几个一起弄出了个 颇受好评的电视剧银次郎的故事 当时在富士电视台美青四播出 一周一次 每星四黄金时间每集四十五分钟 一共二十六集 反响非常好 电视剧里银次郎最后意外被毒蛇咬死 很多观众不高兴了 又经过些周折 电影银次郎的故事终于诞生了 其实正像是跟高苍剑合作 我被他的魅力所感染 希望再度合作 与卧美青也是一样的 他是和高苍剑完全相反的一种类型 是喜剧明星 他有一张非常有个性的电影 当时就考虑要为他拍一部什么样的电影呢 这样就有了第一集的银次郎 电影开拍 从此卧美青再没有离开过银次郎 一共二十八年 我想像银次郎这样的人 和关于他的故事 在世界各个盟族都会存在 虽然脑子不太灵光 可能一事无成让人笑话 但是心地善良 同时又得到很多人的喜爱 银次郎没房没车 没有工作 没什么衣服 那是因为这些都不重要 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没有钱 又没有房子 又没有家 长得又丑 脑子还不灵光 但是你会被他触动 我想就是因为他有一种做人的自由 他完全没有被任何东西所束缚 内心无欲无情 我可以说是漂泊在外的一只小鸟吧 漂泊在外的一只小鸟 不 不对 有两样东西对流浪的银次郎是重要的 首先是他那位于柴佑的家 因为有家所以要回 他一本正经的 问叔叔还活着吗 这畜生啊 也不知道人家为他担心呢 你就说我快要死 编故事的时候 我特意把银次郎的家庭成员设计的比较少 而且关系简单 他没有父母 虽然有一个妹妹 但是母亲不少 叔叔和婶婶对妹妹一直视而己出 所以这个家的血缘联系 并不是那么的简秘 但是大家在意识上 都能力地成为一家人 叔叔 是我 是我银次郎 啊 话也不会说了 这蒙真是灵啊 见到九十岁的沈沈 会有种莫名的感动 银次郎是我的侄子 是我哥哥的孩子 不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市井人家 我家那里是市场 我爸爸就是批发蔬菜的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气质 和沈子的角色 还是挺贴切的 老头子 不好了 阿姨回来了 回倒是该回来了 可不知怎么 我头又疼起来了 阿姨 是你在那儿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叔叔 没有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沈沈一连演了二十八年 叔叔却换了三个 你说什么 我说在录制 啊 筹开第五集的时候 孙川说肠胃不太好 然后他趁着休息去做了手术 做完手术 要拆很多打点滴的管子 趁人不在的时候 他就把管子全拔了 当天晚上就去世了 抢救也没有来得及 很突然 我要死 你们要我死 我就死跟你们看 叔叔常常为自己 与银次郎有相同的血统 懊悔不已 是啊 我是傻瓜 反正我是傻瓜 跟银次郎是一家子嘛 什么 他们都奇怪 为什么兄妹两个差别这么大呢 银花 别拉着我 我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 银花 别拉着我 妈的 我是说真的 别拉着我 别拉着我 我读了这个本子 觉得特别有意思 随着社会的发展 传统日本的街巷 以及那里的人情世故 逐渐消失了 而这些正是这部电影关注的东西 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妹妹 但银花是银次郎最真爱的人 哥哥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多大了 再过五年或者十年 就会后悔的 哥哥常常认真听取妹妹的意见 然后发愤突强 我要认真地干 小娘 我 回来就要洗澡 准备好热水 你会干活了吗 我走了 但他总瞧不起自己的妹夫 你是说叔叔不死 你就不能报恩了 他不死怎么报啊 什么 你少多嘴 你这假话 你更少啊 阿伯早上六点就起床 吃了早饭 然后去工厂 辛辛苦苦挣钱养家糊口 而银次郎每天无所事事 睡懒觉到十一点 便跟奶奶抱怨便吃饭 然后跑出去玩 我们在干活 不是在玩啊 你不要随随便便闯进来 阿伯是个老实人 每天汗流浃背 满身油腻的工作 但是阿伯的话 应该好好听听 阿伯啊 我也有一个请求 哥哥不要继续再流浪了 实际上我的角色就是导演的角色 通过阿伯这个角色的口 把导演想说的话说出一句 我来说 是你 是你有点太过分了 知道吗 小工人 你在跟谁说话呢 另外还有他的媚妇 以及印刷厂的社长 社长其实跟他们实际上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也不听一家人的 哦 他赢了 啊 西克西克 长得有点像章鱼的社长 是阿伯的老板 是隔壁印刷厂的头 他的主要任务 就是在银次郎回家以后 说错话 你还混得不错 在普安那边 啊 是吧 嘿嘿嘿 美男子 嘿嘿嘿 哈哈哈 啊 啊 啊 比起那些 我也是一直是一个固定的角色 是脑子有点毛病 有点少的一个男的 而在里面老是个人 一看银次郎被女的甩的时候 就偷偷地乐 然后银次郎有气就撒在我身上 虽然是小角色 却是大家庭不可缺少的一个 虽然戏份不多 但我的形象很引人注意 所以会给观众留下一个印象 让人惦记着 虽然员工似乎很傻 但她又似乎更能理解因此了 她有一句很有名的台词 由于我有家 所以我要回去看看 痛苦的时候 悲伤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家 她对自己的故乡有一种眷恋 但是待几天她又烦了 还想出去混 是这种人 哥哥 是啊 因为有家 所以可以安心去流浪 又要走 嗯 我打算再也不回来了 这不是跟你们开玩笑 我要轻易回来的话 那我也太没脸皮了吧 那我现在就走 我以后再也不会 登这个家门了 冒着漆风冷雨 又一次出去流浪了 别了 去流浪 然后带着一颗受伤的心 再次回到家里 在柴佑的寺庙里 有一个附属幼儿园 我呢 在这个幼儿园里当老师 当时既坐在银次郎他们家 是这么一个人物设定 第二个作品里面 我演的是一个小学的老师 按这个思路 下面还应该要演中学老师 最后演到大学老师 当然这是笑话了 爱上美丽的姑娘 然后被姑娘们甩了 构成银次郎每一集的主题 你呀 阿宁她被甩了 又甩了 本来吧 你能这么大声嚷嚷吗 你呀 本来吧 你干嘛拿我出去呢 有一个主题是不变的 就是每次银次郎 都会被一个女人甩掉了 这是一个主题 以这个为主题 来编不同的故事 一开始只打算拍一部 结果上映以后反显特别好 就决定拍第二集 但是第一集已经被那个人甩了 不可能再用那个演员了 那就得再给他物色一个 新的恋爱对象 这样 当这个系列被不停地拍下去时 这种形式就被自然地延续下来 成为了一个类型 我 倒是觉得 那个男人是个 是个好人 是的 如果他和那些女郎结了婚 故事也就没法往下演了 由于银次郎的性格 每次都得是他自己特主动 所以人家很信任他 他却误会了别人的意思 最后还是被人家甩了 人们愿意看到可怜的银次郎被美丽的女人抛弃 于是在电影拍摄的28年间 全日本最红的女明星们相继来到这里 带来银次郎渴望的爱情 然后再离他而去 能否把银次郎甩了 在一个时期的日本 几乎可以用来衡量女演员走红的程度 我是一直在想着他 可是他连我长得什么样恐怕都忘了 银次郎对这些美丽的女人们 常常是一记抚慰伤口的良药 去见见吧 你家里的一些亲人 只有你们姐弟两个了 银次郎看上去是一个 没有正经职业的浪人 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比如说他旅行中经常会碰到女孩子 在女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都会全身心地 傍我的去刚助人家 我跟你一块去 现在才终于 现在 当然了 想去就马上去 快 大体上说 银次郎总被女人们甩 但仔细看 又并不完全这么简单 很对不起 老师对银次郎依依不舍 但他还是走了 回东京去 真的 所以我 特地来向你告别 是吗 傅美要在银次郎屋中留宿 她悄悄离开 百合 百合多次表达了爱意 银次郎却总是装傻 我成练的人 好像就是阿银了 …… 好 百合 百合 你是 咋开玩笑吧 我知道自己是个游客 不过这屋子里的人 都是政治人 我可当真了 表演是来表现 实际上是我们社会中间 钱之类的东西其实不重要 家人之间的这种连接 这种切不断的亲情 实际上才是 您要追求的最终的东西 我回来了 阿姨回来了 我回来了 哥哥回来了 回来了 我哥哥回来了 你回来了 舅舅回来了 你平安地回来就好 于是因为有一个家 所以他回家 这只四方脸的面子 不管你太多人 都能准确无误地回来 老头子 不好了 说是阿姨不见了 到底是给甩了这个傻子 你 你好吗 我的演员生涯 有一半以上的时间 都在演樱花 演这个电影 是特别丰富的经历 有很多愉快的记忆 也有很多让人想起来 挺伤心的事情 跟电影相关的很多人 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世了 最后 温美青 也离开了我们 给电影画上了句号 一次次回家中 大家都老了 我这又走了几年了 几年 别搞错了 连一年还不到呢 我觉得都快十年了 从25岁到53岁 开始说把自己的演艺人生 都献给了这部影片 因为我一直演阿伯 我作为阿伯的形象 逐渐在广大观众心里定格下来 其结果是 想演其他电影时 总是不能被选上 更何况这片子 每年要上映两次 即使想演其他导演的作品 也总是难以实现 哥哥心情怎么样啊 心情倒还不错 28年当中 荧幕记录了我们从年轻 逐渐变得成熟了 在变老的过程 我想这样的电影 一个人一生 只会演一部 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很年轻 摄影棚里老师充满了 笑声啊喊声 包括已经去世的摄影师 他经常会大声的喊安静点 后来十年 二十年的时候 现场越来越安静了 连笑声也越来越少 这些演员 逐渐组成一个神奇的家庭 他对我来说 就像自己哥哥一样 老照顾我 而且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找他商量 应该怎么办 经常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请我们吃一些 叉烧面 炒饭 我最爱吃的东西 每次卧美琴都记得 这个戏表现的就是一个家庭 由于大家常年在一起演戏 感觉到真的成了一个大家庭了 大家在拍戏的时候 冬天有那种桌子 跟棉被似的 盖在脚上 底下是一个火盆 然后大家把腿王里一身喝点茶什么的 夏天的时候也是围着一个桌子一边喝茶 一边喝咖啡 一边聊 很像一个家庭的气氛 一般的日本电影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 大家都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 我们都好像有两个家 拍摄现场是一个家 拍完回自己的家 第二天又回到拍摄现场的家 这个神奇的家庭 并不只是这些固定的演员 我参加了第四集和第三十五集 两集之间虽然隔了十五年的时间 但在拍第二次的时候 我马上就找回了当年的那种感觉 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这个家庭里 这就是我说的在岛上陪我游览的老师 是啊 进入这个神奇的家庭 就无法再离开了 我看就再待上几天吧 很早以前我跟山田杨次说 我结婚的时候你能不能当证婚人 他答应了 后来真的当我 可是当时很年轻没什么钱 就没有拍结婚照 多年后一次拍银四郎的时候 导演突然想起来 说帮你拍一次结婚照吧 问大家同意吗 大家都说同意 于是用电影里的服装道具 请了一位来拍剧照的著名摄影家 拍了一张照片 据说别人找他拍一张照片 要二百万日元 那天真是很高兴 一九九五年七月 日本板神大地震 因此郎如期感到 啊 瞧 又出现了 啊 是这家伙 最后那一集 卧美清拍得非常辛苦 总要先去医院检查一遍 然后再来拍戏 第四十八集就这么拍完的 那时候刚好板神大地震 他还要去震灾 大家都不同意他去 可他还是去了 这一年 尹次郎的故事 最后一集开拍 当然 除了卧美清 大概没有人知道 这会是最后一集 其实在去世的十年前 他的状况就不太好 他去世以后 他太太告诉我 其实卧美清去世的三年前 大夫就跟他说 最多还能活两三年 但是他根本没有告诉我 回想起来 在他去世前三年的时候 脸色变得很灰暗 在拍第四十八集的时候 他的身体很糟糕 我当时就有了不祥的预感 这一集里 尹次郎的侄子满男失恋 我想结婚满男 在第一集里 樱花和阿伯结婚 在最后一集里 他们的孩子满男 也像舅舅一样 寻找爱情 在海岛上 尹次郎又一次与百合相遇 他们彼此关怀 却仍没有跨越那关键的一步 这种事不管什么潇洒不潇洒的 男人总得把心里想的告诉女人 尹次郎努力教育满男 应该如何对待心爱的人 默默祈祷 他在遥远的金山 快乐 平安 天空作美 结婚典礼顺利进行 九五年板神大地震的时候 他也在那边拍过戏 大家看得很高兴 您来了 应该挥手 但是尹次郎都没有理人家 当时有一些人觉得他怎么架子这么大 但是他身边的人告诉他们 当时他已经连挥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实在是不行了 你怎么说 说呀 你倒是说呀 因为我爱你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爱 瞧他那狼狈一样 到底还是猫头小虎子 别太坚固 年轻人啊 和咱们到底不一样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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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尹次郎是个话多的人 那么 这就是他一生都没有喊出的一句话 如果说尹次郎是个注定孤独的人 那么 他又一定是个不甘寂寞的人 1996年 沃美清终于因肝病去世 尹次郎的故事在持续28年后 终于结束 28年间 沃美清只主演过尹次郎的故事 在其他电影中均属客串 沃美清原名田索康雄 在公众面前他叫尹次郎 在同事面前他叫沃美清 在家人中间他叫田索 沃美清患病十年间 始终向所有人隐瞒病情 他在遗嘱中说 不希望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遗容 等烧成骨灰之后再对外界公布 不要一切公花和香钱 在下 走南闯北乃葛氏柴佑人士 姓车 大名叫银次郎 江湖上人称疯子阿银 在柴佑供奉的帝氏天庙里 我们在一个角落找到了他的名字 站在这里总幻想着 有个戴礼帽穿格子西服 脚叉连鞋 手握旧皮包的四方脸 从身边走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